7月25日,年纪六十的他,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,促然离开了人世。 好好的皇帝为何会突然死亡呢? 宫位之士向来保密,清廷当然不会对民间公开解释死因。 于是,民间对嘉庆帝的死就产生了各种推测和传闻。 推测是这样的,嘉庆皇帝的死因主要还是长期的操劳而导致的心脏衰竭。 从登基以来,皇帝这个差事把他弄得焦头烂额,不能再过一天轻松的日子。 在清政之初,嘉庆便揭发出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贪污案。 与和传的斗争虽然断裂了嘉庆帝,但付出了代价,从此励志腐败,伟大无调,成为嘉庆朝最大的隐患。 嘉庆八年二月二十日,他在神武门遇刺,凶手自贡行凶的理由是生活贫困,无处谋生,所以欲寻短见。 但是,又想了断之前,必须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,所以才来行刺皇上。 堂堂大清皇帝怎能接受这样的事实,随命令大臣继续侦查,但没有结果。 嘉庆帝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,他感受到了莫大羞辱。 这给他本来就很胶着的内心,增加了很大负担。 嘉庆十八年,农民企军公然冲进他的统治心脏,紫禁城。 在城楼上插反旗,直逼皇后住所,抑郁捣毁金鸾殿。 皇宫乃皇权象征,这显然是对他统治能力的极端藐视和否定。 最终,起义虽然被镇压了,但他再次感到了自己的无能。 更为离奇的事情又出现了,堂堂兵不行应,竟然不翼而飞。 是丢失还是被盗,是无意疏忽失落还是另有阴谋策划? 嘉庆帝苦苦追查,可一直无法弄清。 从这件事上,嘉庆帝又看出了自己的王朝励志腐败至何种地步。 但是,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扭转日益腐败的立风。 让嘉庆更伤脑筋的是,社会动荡,不稳定迹象一加明显。 嘉庆帝不明白,为什么父亲在世的时候天下太平,轮到自己坐江山却是如此棘手。 为了那些长期阻挠国家振兴的老大难问题, 他欧心沥血,费尽心机,苦斗二十五年,可是依旧如此, 怎能不叫他失望、烦闷和伤感。 面对日益衰败的国家,他感到无能为力, 但是,又无法从数不胜数的公物中抽身自拔。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,他的身体势必走向恶化。 嘉庆帝从病倒至归天,还不到一天功夫。 虽然,死前没有任何预兆,但是,导致猝死的最大祸首被推测为是, 由长期的脑泪、伤神、压抑、苦恼、忧郁和烦躁造成的心脏病中的冠心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